大家好,今天要分享的是一道简单的家常炒冬粉 首先在热锅中放入150克碎肉 将碎肉干炒 将三条小辣椒切断 放入锅一起炒 5克姜丝 三拌切碎的蒜 炒至香味 再加入2汤匙豆酱 拌炒均匀 加入一包洗净的新鲜的明芝菇 加入150毫升的水 2汤匙芝麻油 少许黑胡椒粉 1茶匙鱼露 1汤匙花雕酒 记得先泡软100克兜粉 再剪几段 拌干水分后 放入锅中 拌炒均匀 炒至冬粉 吸收汤汁变软 最后撒上葱花 好了 好吃的姜肠炒冬粉 就做好了 谢谢收看 谢谢收看 谢谢观看